由金兰吉李多喜车银忧共同饰演的驱魔韩君 阿伦克第二季一口气更新完 驱魔小队再次强势回归 这次他们需要面临的怪物更加凶残和苦苦 身为救世主的财阀千金 搭配两个硬核保镖 将开启一段怎样的驱魔大战 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 故事紧跟第一季 约翰直接一刀结束了被情言鬼附身的哥哥 而哥哥的死对于约翰来说打击很大 哥哥受了那么多苦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他 没想到最后的哥哥竟然死在了自己的手里 他每天都在教堂里为哥哥祈祷 希望下辈子哥哥投胎能够幸福 一向冷漠的班都开始安慰他 两人在聊天时 约翰询问班曾经是否有兄弟姐妹 但班想想之前确实有过 但现在两人已经成为了对手 而他所说的人就是变化深恶魔的公探 原来早在千百年前 古丹罗为了对抗情言鬼 将情言鬼的血液注入到一群孩子的身上 然后最后活下来的就只剩下班和公探 而方丈根本就不把两个孩子当成人 每天对他们进行了地狱般的训练 而他们活下来的唯一目的 那就是利用手中的金刚处 杀死情言鬼拯救苍生 然而两人非人般的待遇 也全都被救世主的原情看到 心地善良的原情跑到方丈面前求情 请求方不要再继续关押班和公探 然而在方丈的眼中 他们只是两个杀死情言鬼的工具 被注入情言鬼血液的他们 已经不能被称为人类 他们活下来唯一的目的 就只是在原情封印情言鬼时 保证百姓和他的安全 知道方丈不会手下留情 所以原情才在半夜偷偷放走了公探和班 三人趁机逃走 可因为半路上原情受了伤 所以昏倒过去 为了救他班不得已又再次折返回来 而等待他们当会是更加严厉的处罚 等待原情醒来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关心班和公探的情况 结果却遭到了巫婆的阻拦 巫婆告诉原情如果不是因为他 两人也不会受到更严厉的对待 现在原情唯一能做的就是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好好地修炼封印情言鬼 原情很愧就因为自己连累了两人 他知道只有自己强大起来 封印情言鬼完成使命 才能有机会为班和公探争取自由 于是从这天起原情就开始心无旁骛地修炼 三人没有再见过一面 转眼15年的时间过去 班和公探经过严苛的训练 已经可以独自对付情言鬼 但每次外出公探屠杀的目标并不情言鬼 相比于情言鬼他最讨厌的是人类 每一次出门都会杀几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人类 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然而这一切都被班再看在眼里 至于原情等他再次回归时 他已经能画出了新的结解 他恳求方丈如果自己能够画出新的结解 封印情言鬼就要放班和公探自由 而方丈也答应了他的请求 于是当天晚上原情就来到了 关押班和公探的地牢 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二人 并表示自己明天就会施展封印术 但等到原情走后 公探却表示他根本就不相信原情 无论是原情还是四里的和尚 在他的眼里人类只不过是 把他们当成怪物 只会欺骗和利用他们 如果情言鬼真的被封印后 对于他们这种含有情言鬼血液的怪物 这群人类怎么会轻易地放过他们 然而班却觉得人类有好有坏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想法 他愿意相信原情 即使是到了危机关头 原情也一定会出手保护他了 很快第二天方丈果然如公探所料 开始出而反而 他趁着原情施展法术时 将班和公探叫到了一个无人的地方 方丈假借着要为两人做进化仪式 将两人骗到了一个不满符咒的箱子内 然而等到两人刚进去 方丈就命令手下将箱子封死 随后就开始架起火把准备烧死两人 但此时的班还是不死心 质问方丈原情究竟在哪里 然而方丈却表示之所以要烧死他们 也都是原情的主意 当然这句话却彻底地惹怒了班和公探 在原情这边擒眼鬼即将被封印时 而含有擒眼鬼血液的班和公探 内心里的恶魔也逐渐被激发 区区一个铁皮箱子 已经根本关押不住化身恶魔的两人 仅仅只是一瞬间箱子便直接被两人冲破 紧接着两人疯狂投入了在场所有的和尚 而公探更是残忍地直接徒手洞穿了方丈 既然人类对他们不仁 那他们也没必要手下留情 就这样两人一路杀到了原情所在的祭坛 班虽然化身了恶魔 但他还保持着理智 他询问原情他真的想要杀了两人吗 但是还没等到原情回答 公探就提着方丈的人头丢在了地上 下一秒他直接冲了上来原情准备杀了他 然而却被班阻止了下来 两兄弟随机在祭坛上打了起来 班不愿意和自己的好兄弟下狠手 于是每一招都留有余地 但公探却朝朝致命 趁着班还没缓过来拿着匕首走向了原情 随后的班也拿着匕首向公探刺了过去 结果关键时候公探竟然把原情推了出来 来不及反应的班 便直接用刀捅进了原情的身体内 随着唯一的救世主倒下 天空突然电闪雷鸣 所有的恶魔都恢复了法力 公探也是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兴奋 所有的怪物都从地底下又再次冒了出来 班恢复了理智抱着即将要死去的原情 他很后悔自己没有能救回至爱 然而在炎原勤王的那一瞬间 一道白宫从他的身体内闪过 他用自己最后的神力化身成了最后一道封印 不仅将恶鬼又重新封回到了地下 而且还将公探也镇下了山崖 连同恶鬼一起被封印到了地下 但一下子失去了至爱又失去了好兄弟 痛苦地跪在地上 而巫婆奶奶则是释放了所有的神力 将族人化身成了石像分布在岛上的各个地方 以此来封住第一通往人间的路 一瞬间乌云全部散去 光明又重新照在了人间 死去的原情也并没有完全消散 在一千年之后他会以新的身份 再次成为救世主来拯救人间 时间回到了现在 为什么宫探会从封印中醒过来 而且还在教堂中受众人禁养 被小智称为叔叔吗 时间还要回到几年前 一个男人挥舞着手上的铃铛 手里还拿着被符咒贴满的钉子钉在了地面上 而下一秒地秒地面就开始出现裂痕 男人也掉进了下方的山洞之中 等他爬起身后 男人小心翼翼地往着山洞里走去 四处查看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弓探 然后等他上前确认人是死是活时 就直接被感受到人类气息的弓探一把掐住 下一秒男人直接被吸成了干湿 而弓探在吸取了人类的气息之后 也恢复了一些体力 等他从洞口里逃出来时 周围已经被一群白衣人包围了 原来刚刚也是这群白衣人派男人解封的弓探 他质问对方究竟是做什么的 得不到回答就开始发动攻击 而为首的一个白衣男 只是轻轻地伸了下手就抵挡住了他的攻击 还顺手拿走了他手中的武器 弓探一脸不敢置心地看着对方 白衣人将他和被解封的小致 带到了一个名叫做白教的地方 弓探质问男人究竟要做什么 而白衣男并没有回答 而是让手下将和弓探压在了地 随后便直接一刀砍断了他的胳膊 并且让人接了一碗他的血 弓探恶狠狠地警告男人自己一定会杀了他 然而白衣男却提起了当年培养他的方丈 表示当时方丈培养他们也是听了自己的主意 他本来的目的是让两人去杀了原情 但没想到就因为的弓探坏了他的计划 而白衣男之所以唤醒他的原因 是想给弓探一个赎罪的机会 他知道弓探想杀原情 所以愿意助他一臂之力 说完他便将弓探的血液倒在了地上 差那间血液灼烧的力量使得地面开始崩塌 逐渐地形成了一个大坑 无数条虫子从洞口爬了上来 一股黑烟更是直接钻入了弓探的身体内 伴随着弓探的几声惨叫 他的胳膊竟奇迹般地又长了出来 白衣男自称自己是仙人 他告诉弓探自己的最终目的 就是清理了整个世界的人类重新统治他 而在这一点上 他知道弓探和他想法是一样的 他也是恨透了对人类 弓探对于他的计划根本不感兴趣 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杀了原情 这一点上两人倒是可以勉强合作一下 那边的美胡找到了在天台吹风了的伴 他已经从巫婆那里听说了 原情还能修复东西 所以自己也想试一试 说完他便直接拿起了班的金刚储 结果刚一接触一种灼烧感 让他立刻又将金刚储扔了回去 班立刻上前查看他的伤势 还把美胡教训了一顿 他告诉美胡金刚储可是认主人吗 如果有其他人一旦触摸就会被灼烧 美胡情绪有些失落 他之所以一直在尝试自己有没有救世主的能力 就是想要尽快地帮助班 因为他从巫婆那里已经听说了班的能力在下降 而且伤口恢复也变得越来越难 他是真的将班当成了好朋友 所以才不愿意看到他受伤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约翰 没有从失去哥哥的痛苦中走出来 张叔也来到了教堂默默地坐在了他的身后 他知道失去哥哥的约翰很痛苦 但是不希望约翰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困境中 现在约翰还有自己的使命 美胡还需要他的保护他应该振作起来 听着张叔的话约翰想起了之前和班说过 觉得班身体里住了个恶魔 那他不仅没有办法保护美胡 甚至还会伤害到他 但从现在看来美胡一遇到危险 都是班来解救他 而反观自己好像才是那个无用之人 看着面前的十字架 知道自己还有使命应该学会放下过去了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美胡在班的陪同下来 到了闺蜜曾经的蛋糕店 这里已经变得废弃 闺蜜自从未婚夫被恶魔杀了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而是默默离开了这个伤心的 回想起和闺蜜在店里有说有笑 一起筹备他的婚礼时的场景 美胡忍不住地伤心起来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但是他的身边绝对不能再有任何人因他而死了 必须担起自己的使命 成为救世主重新封印恶魔 假日立刻来到了巫婆奶奶家 严勤恳求他帮助自己恢复神女的能力 巫婆却让他想清楚 恢复神女能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当年的圆勤也是花了一生的时间 受了踢骨之痛 所以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但此时的美胡已经下定决心 就算是承受着十骨之痛 他也不能再让身边的任何人受到伤害 巫婆看他已经做好了决定也不再阻碍 他告诉美胡他想要变成救世主 首先就要学会舍弃自己的过去 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可能成为救世主的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然而不论是变成什么样 美胡都已经做好准备 随即巫婆从柜子中拿出了一面古老的铜镜 他还让站在门口的班里远一点 他虽然不愿意离开美胡 但是也听从了了巫婆的话转身离开 随后巫婆将镜子对准了美胡 看见镜子的美胡却突然来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他感觉自己的胸口有一种窒息的疼痛感 原来是他恢复了原情一部分的记忆 感受到了当年原情被刀刺进胸口的那种疼痛感 巨大的疼痛感又将他拉回了现实 班看到美胡的神情班很担心他 然后再回去使美胡询问班 如果自己真的变成了原情 那他应该以怎样的身份去面对班 但班让他不要想那么多 只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就好了 没有发生的事情又有什么可担心的 班的话给了美胡不小的安慰 慢慢的也想开了 第二天美胡收拾好行李 决定班到巫婆家里那里潜心的修炼 管家张叔看到他拿这么多行李 想到如果美胡的真的要搬过去的话 那不妨再多一个帮手 说完他打开房门 就看到活蹦乱跳的约翰小可爱走了进来 约翰华丽地转了一圈 其实是告诉美胡自己已经从伤心中走了出来 他要和美胡一起去 然而班却第一时间站出来反对 自从约翰哥哥的事情之后 他就很不看好约翰 然而约翰委屈巴巴却表示 不能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 班威胁他如果他非要跟去 自己不建议将他切成两半装进行李箱里 约翰还自己动手比了一下 是横着切好还是竖着切好 他恳求班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然而班却并不给面子 而就在这时张叔走了过来和班交代 一些美胡平时需要注意的事情 表示美胡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 就要喝一杯排毒茶 中午要享受营养均衡的午餐 晚上六点之后就不能再进食了 而且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还要给他熬安身茶 有一点不顺心的话他就会发脾气 听着张叔的话 不仅班觉得整个人的头都大了 一旁的美胡也是一脸猛逼 自己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多毛病 显然张叔这招是见效了 班决定还是带着约翰照顾美胡的生活 就这样三人班的行李来到了巫婆家 巫婆让美胡换上了修炼时要穿的衣服 当美胡换完衣服走出来时 班整个人都看待了 时间就仿佛定格在了这一刻 他回想起了曾经的原情 就好像原情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一样 随后巫婆便准备带着美胡去山中修炼 他叫住了跟随的班 让他离美胡远一点 因为他的气息会影响美胡的修炼 如果稍有差池 美胡可能就会在修炼中丧命 无奈的班只能停住了脚步 一旁的约翰还在幸灾乐乎自己能跟上 结果也被班强行拽拽一起去做鼓励 而美胡被巫婆带到了一棵大树下 他让美胡用自己身体内的气息感受大地的力量 告诉他这就是结界气息的由来 这个世界由无数个元素组成 美胡需要做的就是感受这世界上的每一种气息 然后将这些能量储藏在自己的身体之中 等到了关键时候 将这股力量全部集中起来释放出去 现在美胡的身体内已经有了这股气息 只需要慢慢地将它吸收融合 就能够制造出完美的结解 但随着他身体内收入的气息越多能量就越大 他所承受的痛苦也就越多 而美胡听着巫婆的话却一口雾水 只能努力地去感受这些气息 等到巫婆回到家时 班立刻上前询问美胡的状况 巫婆告诉班自己能教的都已经教给美胡了 接下来就看美胡自己的造化了 那如果现在班想要去看美胡 他可以不拦着但最好离美胡50米远 然而等到班赶过去时 追上去的约翰却被巫婆拦了下来 他告诉约翰美胡在修炼完之后 体内会因为能量太大而发烧 但身体内就像是寒冰发了 所以需要砍柴烧水 等到美胡过回来后泡澡去除寒气 约翰听到匹柴烧水能帮到美胡 立马干劲十足地劈起了柴 另一边害怕打扰美胡修炼的班 偷偷地躲在大树后面 却看到美胡根本就是在摸鱼 还在一旁抠鼻孔 这让班都快无语死了 他走到美胡面前 而此时的美胡还自信满满地表示 自己已经误得里面的道理 结果下一秒直接被班拆穿 等他要站起来 屎腿却在地上归太久了 他伸出手想让班拉他一把 想到巫婆说的话班没有伸出手 没想到下一秒美胡竟然主动拉住了他 还一边往回走一边还吐槽山里太冷了 结果身后突然一件衣服扔在了他的头上 看来班还是很关心他的 只是嘴上不愿意承认罢了 等到两人回去时 就看到约翰忙前忙后的正在烧水 美胡一脸疑惑询问他这是在做什么 约翰被熏的眼睛都已经睁不开了 还在询问美胡能不能泡半身呀 吃饭的时候美胡才明白这是个什么情况 巫婆知道美胡每天修炼很辛苦 还专门给他炖了鸡汤 反观班和约翰的碗里 就只剩下寡淡的海带汤 这差别对待也太大了点 美胡心疼约翰帮他烧了那么久的热水 于是将一块鸡腿夹到了他的碗里 结果下一秒巫婆又夹了回去 班还想偷偷尝尝是什么味道 也被巫婆打了回去 经过长时间的修炼 美胡也算是渐渐地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身体内蕴含的能量越大 他身体所承受的痛苦就越大 这天巫婆的孙女小智带着便当回来 看到奶奶的气色不好 当即拉着他回到房间吃饭 结果在吃饭时班和巫婆 同时感受到了一种邪恶力量 班立刻站起身朝着树林里赶去 而约翰也紧随其后 这同时还在山中修炼的美胡也有了同样的感受 他看到了从山林中走出来的宫探 正死死地盯着他 这一刻美胡被吓坏了 但没想到就在公探准备靠近时 美胡身上的神力开始显现 直接将公探控制在了原地 那股神力就像千年前公探被打下悬崖一样 公探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窒息感 恐惧让他不敢再靠近 于是慌忙地逃进了树林 另一边的美胡再看到公探之后 那股记忆又再次涌现 他的胸口像是被刀狠狠地刺进去一样 痛得他喘不过来气 等到班和约翰赶到时 就看到美胡周身散发着光芒 被悬浮在了半空中 班着急地想上前查看美胡的情况 结果美胡周身就像有一层保护罩一样 将他隔绝在外 班拼尽全力想要冲过去 但这种力量太过于强大 他根本无法上前半步 而此时处于昏迷中的美胡 也在回忆起前世的记忆 看到了何班小时候的情景 也想起了何班的约点 以及被班刺中倒在怀里死前的样子 等到回忆结束美胡身边的结界也随之消失 班上前立马抱住了美胡 美胡告诉他自己已经全部想起 是他没有遵守何班前世的约点 两人看着对方 心里多了一份之前没有的感情 与此同时 公探来到了另外一处石像旁 他回忆起了被原情封印的那份恐惧 手开始不自觉地颤抖 为了能够摆脱这份恐惧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杀了原情 于是他将手掌划破贴近了石像 下一秒实现地下被封印的恶魔也彻底放了出来 滚滚的黑烟从地下冒了出来 向着周围的人类发起了攻击 人们被吓得四散而逃 而公探对美胡的恨意 也使他真正变成了恶魔 几人回到巫婆的住处时 巫婆知道这一切都是公探搞的鬼 他劝告班不要对美胡产生感情 美胡已经恢复了大半的记忆 现在开始他便是原情 此时住在巫婆家已经不安全了 于是三人便收拾行李再次搬回了别墅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恶鬼在袭击人类 为了保证美胡的安全 班决定出去先解决一下这些问题 他也听从这巫婆的话刻意地避开美胡 对美胡的态度突然变得冷漠了起来 这样不明白情况的美胡非常的失望 转身生气地回到了房间 而与此同时接近疯狂的公探 他还在树林里穿行找到了一个恶鬼 恶鬼头戴草帽像是一个更邪恶的存在 而在半夜放学走在回家路上的小莲 突然被一群黑烟袭击 刹那间他的眼神变成了白色 显然他已经被恶鬼附体了 他就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 慢慢地走上了学校的天台 等到小芝察觉到不对追过去时还是晚了一步 小莲已经在那个草帽鬼的控制下 从楼上跳了下去 小芝非常的伤心这是他唯一的好朋友 他质问叔叔为什么要选择小莲 然而公探只是微微一笑 表示小莲是个特殊的存在 与此同时在家中熟睡的美胡 也从噩梦中惊醒了过来 看到身边没有班在保护他心里一阵的失落 第二天修炼暂时停止 美胡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学校去工作 而约翰则屁颠屁颠地跟在身后表示要保护他 等到两人来到学校时 就看见一堆同学围在草丛里 约翰上前查看情况 看到闲聊惨死那血淋淋的一幕 反应过来他立刻折返回去挡住美胡 可美胡已经好奇心作祟非要上前 约翰最终还是没有阻止下来 让美胡看到了这可怕的一幕 整个人都开始崩溃的大哭 就没有办法在学校工作的美胡被约翰送回别墅 等他走进房间时 就看见班已经在房间内抖着他 这一刻美胡绷不住情绪 自责地大哭了起来 痛恨自己为什么没有能力保护身边的人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原因 小莲也根本不可能自杀 他感觉自己已经快撑不下去了 有了想要放弃的念头 而与此同时学校再一次被黑夜笼罩 所有的学生都被恶魔附体 全部都朝着教室内走去 美胡始终不相信小莲会自杀 因为前一段时间 自己才从死亡的边缘将小莲解救出来 所以他绝对不可能自杀 为了能够调查出小莲的死因 他决定去学校调查清楚 约翰上前阻止他 因为现在美胡的身体内的能量还没有被激发 外面到处都是情验鬼附身的恶魔 他这样贸然出去很危险 但此时的美胡已经下定决心 于是直接开车前往了学校 可等他赶到学校时 整个学校里却空无一人 就在他感觉到很奇怪时 一股黑色的浓烟也钻入了他的身体 看样子他应该也是被恶鬼附身了 被恶魔操控的美胡走上了天台 他看到了所有因他而死的那些人 正在盯着自己指责是美胡害死了他们 此时真正站在他面前的 其实是那个草帽鬼 这个鬼能激发出人类心里最阴暗的一面 使被他控制的人永远困死在自己的地狱里 最后忍受不住这种痛苦最终自杀 转眼间被控制的美胡好像又看到了 准备跳楼的小莲 他一把抓住了小莲的手想要将他救上来 好在约翰和张叔及时赶到 才从幻境中将他拉了回来 但此时的美胡已经被草帽鬼捕获 他崩溃地跪在地上 认为所有人的死都是因为他 来不及多想 约翰和张叔立刻带着美胡逃离学校 可走下楼梯时约翰又听到了 教室内传出了学生的惨叫 他去教室里查看情况时 就看见所有的同学都已经被草帽鬼捕获 全都扑到了窗户边缘决定从上面跳下去 他立刻冲上前阻止学生这种行为 随后逐一开始给他们驱魔 可因为被附身的同学人数太多 自己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 紧急情况下约翰看到了广播 于是他带着管家和美胡来到了广播室 让张叔利用广播来念这驱魔咒语 听着广播里的声音 所有的学生都痛苦地捂住了耳朵 他停止了跳楼的行为 而是疯狂地朝着操场上跑去 而与此同时的约翰已经在操场上准备好 他用水管对准了所有的同学 伴随着一阵咒语 水管里喷出了带有光芒的驱魔水 被驱魔水浇中的学生开始四散而逃 然而身后的班及时赶到 设下了结界阻止他们逃离 这时的约翰更是加大了马力 随着驱魔水灌浇在同学身上 渐渐的学生们也恢复了理智 在几人的配合下他们拯救了一帮学生 然而与时的公探正在角落里 默默地注视着一切 回到家时候约翰向班提起来 那个头戴草帽无影无踪的鬼 究竟是什么来源 竟然能够控制人心 班向的解释那是缩伊鬼 是一种很古老的恶魔 但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强大的法 应该是和擎眼鬼联合 所以才控制了那么多的学生 但是想要彻底消灭他也并非一事 而且缩伊鬼必须实时操控人心 才能得以强大起来 他们必须在缩伊鬼强大之前 率先消灭他 约翰将圣水涂抹在眼睛上 下一秒他就看到了 面前半透明的缩伊鬼 在班和约翰的合力下 经上了加油站加油的男人 对他进行了蛊惑 下一秒男人竟然将汽油 倒在了自己的身上 但准备点燃打火机 石班及时赶到救下了他 而此时的缩伊鬼还在四处飘荡 准备蛊惑他人获得力量 虽然班和约翰一直 跟随着气息救下了几能 但他没想到这一切 都是缩伊鬼的吊虎离山之计 真正的本体已经回到了别墅 他先是蛊惑了美狐 让他看到了死后的闺蜜 在闺蜜的指引下 美狐差一点就要出意外 好在张书及时赶到将他带走 但缩伊鬼却并阴魂不散 还是继续跟着美狐 挑唆美狐和张书之间的关系 他偷偷告诉美狐 张书之所以要保护他 全是因为一直想要复活 他身体内原情的意识 做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 他效忠救世主 对美狐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感情 果然很快美狐就上当受骗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的张书 仅存的一点意识 控制着他跑进了张书的房间 他翻找着桌上的书籍 果然发现上面 全都是关于救世主的记载 这一刻的美狐有些崩溃 从小到大张书就一直跟随着他 他一直将张书是作家人 现在看到真相的他 显然有些不能接受 跑过去质问张书 这究竟是否是真的 而张书的沉默已经代替了他回答 他知道一旦原情彻底恢复记忆 那么美狐的身体 将会成为原情的去巧 美狐对张书的非常失望 他当即决定要离开别墅 然而此时缩伊鬼 正站在他的身后准备偷袭 好在关键时候 班意识到情况不对 及时折返回来 他一刀劈在了缩伊鬼的身上 而张书拉着美狐 趁机躲在了一旁 在约翰和班的合力下 两人成功地解决掉了缩伊鬼 然而等到他们回到房间时 美狐早已消失不见 原来是接受不了这一切的 美狐选择了跳崖自尽 而就在他跳下去的一瞬间 却被一白衣女子拉住 等他看清楚 对方的脸镜发现是原情 这一刻千年前的记忆 好像都引入了他的脑海 他反应过来才看清楚 真正拉住他的原来是班 美狐看着班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感情 他轻轻抚摸班的脸 从他恢复记忆之后 他才知道班在世间 存活了数千年 都是因为当年和他有过的约定 但他很自责 现在自己就虽然恢复了记忆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设下节节 也没有恢复所有神力 然而这一切 也被另一空间的公探听到 公探得知美狐只是恢复了记忆 并没有原情的神力 心中的那份恐惧也消失 他立刻朝着美狐发起了攻击 而班此时也察觉到了异常 率先挡在了美狐的身前 挡住了公探的致命一击 随后班将美狐推到了一旁 与公探扭打在了一起 然而因为班一直在人间游荡 所以接近人类的他能力方面 早已不如公探 三两下便被公探按在了墙上 而公探则抽出手将匕首刺下了美狐 关键时候美狐的身体 终于产生了自我保护的意识的神力 只见他身体内一道白光闪过 下一秒公探直接被震了出去 等到约翰听到动静来到房间时 房间早已破烂不堪 但人却全都不见了 只见他挥出自己的匕首 便扎中了墙上隐藏起来的虫子 原来就是因为这只虫子 公探才一直知道美狐的行踪 他从虫子的视线中了解了全部 而另一边掉落山崖的班和美狐 也并没有大碍 两人因为经历过的种种 加上原情的记忆恢复 心也渐渐走到了一起 而另一边逃走的公探 想起了刚刚美狐迸发的神力 又再次陷入了恐惧之中 站在一旁的众人被吓得四三而逃 但公探已经起了杀心 没过多久现场的信徒都被他屠杀殆尽 然而亲眼看到这一切的小智也被吓坏了 他终于醒悟了过来 公探已经彻底变成了恶魔 他抱着现场唯一幸存下来的婴儿逃了出来 跑到巫婆奶奶家将所有事情告诉了他 就是因为自己的出卖 才让公探能得意找到祭祀的神像 也是他害死了巫婆奶奶所有的孩子 但其实巫婆早就知道原因 他知道小智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因为从小遭受家庭暴力被公探救下 所以才不得误入企图 所以从来都没有怪罪过小智 因为他早就将小智当作自己的亲孙女 想到巫婆奶奶对自己这么好 小智更加自责了 他哭着跑进了树林 就正好与赶来的公探撞了个阵阵 小智知道他是冲奶奶来的 于是急上前拦住他 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其他神像的位置 恳求他能够放过巫婆奶奶一命 然而公探这次来找到奶奶 并不全是因为想要调查实相的位置 而是要找巫婆报当年的仇 当年他还是小孩子时 被强行灌入情言鬼血言 而巫婆明明知道这一切却不加以阻止 所以他也是造成自己 变成现在这个模样的罪魁祸首 必须受到应有的处罚 但小智却直接拉住了公探 跪在地上恳求他不要去伤害奶奶 然而公探又怎么会听他的 他可以不主动去找巫婆 那就让巫婆主动来找他吧 而这就需要小智受一点皮肉之苦了 同时另一边掉下悬崖的斑和美胡 在悬崖下度过了一夜 但梦中的美胡梦到了一只仙鹿 等他惊醒过来之后走出了山洞时 那股神力好像又再一次在他的身上有了反应 他试着掌握这股力量 却被班直接拦了下来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巫婆也来到了公探的地盘 他是来救小智的 公探以小智作为妖协 要求巫婆说出其余十项的位置 见巫婆不为所动 他直接将小智踩在脚下 狠心地直接将匕首插入了小智的身体内 巫婆也被公探用法术控制在了原地 看着痛苦哀嚎的小智 巫婆心疼地哭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几周岛内的石像也开始了异动 好像感受到了母亲的召唤一样 公探知道巫婆的情绪会牵动着整个几周岛石像 因为那些是他的孩子 于是他决定让巫婆再次体验一回痛苦 拿着匕首便准备插入小智的身体内 没想到小智先发之人 竟趁他不注意一把将匕首捅进了公探的身体里 公探被刺痛 但是作为恶魔的他又怎么会被人类伤害 他直接一把将小智打飞了出去 然而就在准备对巫婆下手时 约翰及时地赶到现场 他为了给哥哥报仇也为了保护命 约翰直接画出了圣剑和公探打在了一起 而作为人类的约翰 怎么可能是半人半鬼的公探的对手 仅仅几招就被公探一掌打飞了出去 而后的公探再次以小智作为威胁 让巫婆说出了所有石像的位置 他将所有的石像都摧毁 下一秒黑烟再次从地下冒出 所有的擎眼鬼都被放了出来 做完这一切的公探直接一刀结果误会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班也感受到了异常 他将美狐封印在了山洞里 而等他刚离开时结界竟然自己破裂了 圆琴再一次出现在了美狐的面前 他告诉美狐作为救世主了他 身体里有一颗明珠 而明珠正是距离神力的根源 千年前因为班刺中了他 所以他身体内的明珠也随之破碎 明珠的碎片通过眼睛融入到了班的身体内 所以班才会产生了人类的情感 逐渐开始变成了人类 这也正是他打不过攻探的原因 只有班将明珠碎片还给他 才能恢复全部神力制造出结节 但班一旦将碎片还给了他 就永远无法成为一个正常的人类活着 只能以擎眼鬼的模样继续游荡在世间 美狐不愿意去伤害班 他询问原情果自己不接受明珠的碎片又会怎样 原情表示那样的话 明珠将会以烧毁他的灵魂作为代价 而强行修复裂痕 美狐也会因此直接失去生命 但即使是这样的美狐也已经下定决心 为了能让班以人类的生身份活着 即使是把自己烧成灰烬也在所不惜 然后与此同时另一面 等到班赶到现场 约翰已经受了重伤被钉在了墙上 而巫婆早已经没有了气息 班通过巫婆的意识空间 也得知了关于碎片的事情 但他的心里也暗暗下定决心 要将碎片还给美人 两人心里都在瞒着对方的情况下 做好了为了对方牺牲的准备 伴随着公探将所有恶鬼全都放出 一场恶战也即将展开 从教会赶回来的张叔 立刻将约翰送到了医院 好在约翰只是受了重伤 经过抢救人命算是保住了 随后张叔也收拾好了的装备 他在子弹里装入了饮水后便奔赴战场 美狐和张叔手拿特定的武器 对着袭击上来的擎眼鬼发起攻击 然而擎眼鬼的数量越来越多 美狐和张叔也有点招架不住 而这在这世公探 还带着大批的擎眼鬼追了上来 正在他的准备对美狐发起进攻时 身前却突然多了一道结界 张叔与弓探和大批的擎眼鬼 展开了最终的决斗 而美狐则趁乱赶往祭坛 搬手拿长剑出手迅速 仅仅几招就解决掉了十几个擎眼鬼 然而弓探却趁着搬对付擎眼鬼之际 在背后展开了偷袭 差一点般就死在了他的剑下 与此同时赶往祭坛的美狐 也遭到了一只擎眼鬼的阻拦 就在他束手无策时 一只长剑直接洞穿了擎眼鬼 原来是身处病房内的约翰 及时地醒了过来 醒来之后的约翰 好像整个人的气场都不一样了 只见他周身冒着蓝色的光芒 而且也瞳孔也变成了蓝色 好像预感着他也并不是凡人 约翰成功地将美狐送往了祭坛 随后便再次折返回去帮助班和张叔 因为擎眼鬼的数量越来越多 班和张叔此时也有点招架不住 等到约翰赶到才让他们得以缓一口气 看约翰现在的气场 他显然不输攻探和班 班请求约翰替他抵挡一下公探 自己去去就回 公探看到面前的约翰 对时对他表现得十分不幸 他觉得约翰又是来送死的 两人随机展开了打斗 升级后的约翰和公探打了数十个来回 也难分高下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班赶到了祭坛 他将自己身体内的明珠碎片还给了美 希望美狐重新获得神力之后 尽快封印逃出来的擎眼鬼 这样才能保出所有人的性命 紧急危机下无奈的美狐也只能答应 而此时没有了明珠碎片的加持班 渐渐恢复了擎眼鬼之力 只见他化身恶魔 一个瞬移又重新出现在了公探的面前 他很清楚这是他和公探最后的战斗 今天的两人必须做出了断 班直接用短剑在手上划出伤口 随后短剑直接变长剑 而公探也是一样的操作 两人大战了三百个回合 最终两兄弟在剑碰到一起时 班的剑发生了断裂 公探直接一剑插进了班的身体 而班也用残剑选择了和公探同归于尽 另一边的美狐含着泪完成了最后的一道封印 巨大的符咒在天空中形成 五条耀眼的光芒直冲云霄 所有的擎眼鬼都被美狐击退 就连公探和班在光芒中慢慢地消散 等到一切都结束后 光明又重新出现在人间 只是美狐爱的那个男人 为了拯救世界和他选择了自我牺牲 美狐伤心地跪在地上是痛苦了起来 而后的美狐重新回到了公司 成为了董事长 而约翰回到了教堂继续做他的神父 而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一年之后小智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当时将公探挖出来的白衣人 这个男人小智并不是第一次见他 当时公探被挖出来时小智也在身边 白衣人就告诉过他过 当世界被白光笼罩他就会来找小智 小智害怕地向后退了几步 而白衣男却直接控制了他 随后小智来到了一片废石堆里 他从石头堆里拿出了一把锋利的短剑 打开的剑桥下面写着一个白字 下一秒整个山间都开始地动山摇 另一边的美狐也感受到了金刚柱的异动 约翰也在同时看到预言书上的 又流出来血迹 画策上其中那个小女孩手里多了一把短剑 大家把这一情况立刻汇报给了美狐 而美狐也预感到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一场新的使命还等待着他 好了阿冷第二季到这里就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番茄